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有一个军迷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个爆料 说浩哥 这独龙运现在都兴奋起来了 都在嘲讽 说中国又吹牛了 我说你在哪看见呢 说有一个郭文贵原来蚂蚁的一个摇棍账号 发了这么一段 说四川有一个叫神盾科创公司的 为顺丰打造了一款双翼无人机 原本用来送快递 结果被中国军方截胡了 原因是这玩意儿呢 可以载2.8吨的炸弹 航程呢可达8000公里 挂载远程巡航导弹 完全可以攻击美国本土 关键是完全是智能的操控编程 一次集群几十架 同时起飞饱和攻击美国航母 不成问题 而且每架呢才400万元人民币 底下的独龙运都疯了 说这老共吹牛吧 怎么可能呢 这个8000公里的航程 是吧 你干脆说8万公里算了 说老共吹牛 是吧 你这个摇棍账号呢 原来的时候都转一些 这个不太靠谱的那些 一看就是精神病的谣言 那但是这个 这个报道 我给大伙查了一下 这个报道还真不是谣言 这个呢是四川 不是什么神盾公司 这个四川的一个企业啊 叫腾盾公司 而且呢 这个无人轰炸机呢 还上了这个央视的节目了 他的名字呢 叫做双尾歇 有三台发动机和12个挂载点 可以执行跨海洋的打击和侦查任务 他确实具有8000公里的远航能力 当然了 就说这个是不是民用的起点呢 这篇国内的有一篇报道呢 确实写了 说呢 他诞生自民营企业的一个物流梦想 四川 腾顿 这家专注于无人机研发的公司 曾有一个宏伟的计划 利用无人机在各种地形中 来传递装载比较大的货物 公司的创始人张鹏呢 一位前飞行员 以提高物流效率和安全性为目标 着手研发了一个新型的大型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呢 能承载高达500公斤的重量 具有30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 和2000公里的航程 张鹏和他的团队呢 对无人机进入了深入研究 汲取了全球鹰和宙斯顿 等先进的无人机的设计的灵感 他们采用了一种提高稳定性和载荷的 双尾撑的气动布局 能够降低飞行阻力和噪音 双尾鞋的名字呢 源于沙漠中的双尾鞋 象征在恶劣的环境中 有强大的生存能力 初期的研发呢 是充满着挑战 腾顿公司呢 也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障碍等难题 然而呢 在2017年 坚定不移的实现了首飞 随后呢这款无人机出色的性能 引起了中国军方的注意 开始卷向军事领域 经过重要的改造 双尾鞋从一架物流用的无人机 蜕变成一款得到军事部门支持的 无人轰炸机 说这个 这篇报道呢 确实存在 那位说呢 这个他的 这个航程 确实是8000公里啊 因为在前两个月 2023年 绵阳科技城举办的这个无人机产业大会上 这款无人机呢 亮相了 啊 这款无人机亮相了 的确 双尾鞋呢 是高3.1米 驿站20米 这个大家伙呢 在空中可以持续飞行35个小时 大家算一算吧 35个小时嘛 是吧 8000公里 那 那个 一小时300公里 对吧 35个小时 那不就8000公里了吗 的确能飞行8000公里 那位说他怎么飞8000公里的呀 各位 这个无人机啊 他这样 他翼展比较宽 他进入了这个 平流层以后啊 他基本上有的时候 他不用开发动机都可以顺着那个气流翱翔 到了一定的那个时候呢 需要开发动机的时候再开一段 所以呢 这种技术 8000公里的续长续航是可以达到的 大家 老鹰的滑翔你明白吗 他确实可以整8000公里 啊 所以这个确实是厉害啊 这个腾顿公司 这个公司在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耕 也的确是世界领先水平了 而且呢 中国呢 是属于无人机的 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最领先的国家 你看看这次的航展上 无人机航展上还有出现了这样的玩意儿 这是什么玩意儿 那位说 这不就是无人 这不无人机炸弹吗 这不就是 你看 这不就是无人机炸弹 乃至是无人机核弹吗 这玩意儿连掩饰都不掩饰了 这不就是飞行的导弹吗 啊 是不是 而且这东西 你还没没法防了 那为什么没没法防啊 它是低速的 隐形的 这个贴着地面飞的 这玩意儿 雷达基本上 这个检测不到 而且你要是防这种玩意儿 你得多少啊 这种这个防空导弹呢 你得你得发多少 这个反导系统 你这问题是 你看不见它呀 而且你看 中国的这无人机 还有这个直升的 固定翼的啊 就是先吹直起飞 然后呢 再转向固定翼 跟那个美国的那个 刚出事的 摔死八个人的 那个鱼鹰似的 先直升机 然后再平飞 大伙明白吗 所以中国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啊 的确是领先于世界的啊 它的正式的定型 就叫双尾鞋 三台发电机 三台发动机 是吧 这个玩意儿 我也搞不明白了 它是混合动力吗 难道 说这个三台发动机 还三台发电机 是油电混合的 八千公里 反正是八千公里的航程 是对的 造价呢 这个光机身四百万 也是对的 我才 这就厉害了 各位 这就厉害了 才四百万一架 如果是集群起飞的话 还不到一颗导弹钱呢 它挂载的呢 那这武器可多了 是吧 而且把这款这个双尾鞋的生产线 还给输出到沙特去了 输出到沙特去了 看见了吗 它这个最大的起飞重量是2.8吨 再弹量是一吨 不是再弹量2.8吨 刚才那个货说的有点差别 再弹量一吨 一吨也了不定了 而且各位 关于说一个民营企业 是吧 这个研制出来这么先进的无人机 也有人有不同的爆料 说这根本就不是民营企业 央视曝光 中国远程无人机轰炸编队 8000公里的航程 还要啥轰二十啊 这款无人机 就是三发动机版的双尾鞋无人机 而制造它的企业 则是一家名为四川腾顿的民用飞机制造公司 双尾鞋最开始制造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应急物资快速投递 简而言之 就是用来送快递的 虽然现在还是送快递的 只不过快递包裹变成了炸弹而已 有不少人认为四川腾顿是一家民营企业 其实并不是 四川腾顿是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下属公司 而成飞集团就是研制生产歼20的那个公司 无人机和轰炸机最大的区别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造价 美军一架B2轰炸机造价20亿美元 这个价格能造几千架无人机了 而且无人轰炸机最变态的地方 是不会有人员损失 毕竟这玩意就跟遥控飞机一样 人员只需要在基地进行操作就行了 虽然这种无人机的成本不高 但技术含量还是有的 普通的导弹还没办法把它打下来 如果换成先进的导弹那确实能打下来 但有可能这枚导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无人机的成本 得不偿失 但又无可奈何 培养一个飞行员的成本是很高的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但培养一个无人机的操作员几乎没什么成本 飞得远又没有人员损失压力 虽然说在弹量和正进的轰炸机比不了 但剩下数量多呀 蚂蚁多了还能咬死大象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隐身 所以咱们又研制出了隐形无人机 但无人机这东西很容易有去无回 如果技术泄露怎么办 其实无人机的制造真没啥门槛 重要的是飞控软件和数据链 而这些东西不是拆了无人机就能获取到的 原来它是一个军队的企业 中航工业下手的一个企业 是吧 那个问题来了 各位啊 最后一个就说 它怎么能够攻击美国的本土呢 美国跟中国的距离 在网友想来 那就是一万四千公里啊 对吧 网友一般的都是想中国和美国 那不是隔着太平洋吗 那就是到西海岸啊 这个到西海岸是多长呢 是上海往东到西海岸的距离是九千七百公里 到东海岸的约一点二万公里 确实比较远 这样来看的话呢 这个无人轰炸机确实是攻击不到美国的本土 其实呢 你要是这么看呢 各位 你要是 这么看呢 是从中国的黑龙江 到美国的阿拉斯加 直线距离才三千八百公里 那位说了 那无人轰炸机要是打阿拉斯加 没问题 轰炸加拿大 也没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能打到美国本土啊 各位 是不是 所以呢 美国和中国的距离呢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远 是吧 那如果是按照 这个算法呢 就是从中国的黑龙江 到美国的这个华盛顿 才一万公里 你要是按 按按这么算的话 通过北极的这种 那个弹道的话 才一万公里 中国有好多种导弹 都能打一万公里 你就是这个 就这个双尾线无人机吧 你要是携带了一个 这个巡航导弹的话 是吧 那飞到阿拉斯加上空 直接就对准华盛顿 也能轰炸 说的是没错 各位 说的没错啊 说这个摇棍虽然有时候不靠谱 但是呢 它披露的中国的 这个军事的大杀器 基本上都是真的 中国的无人轰炸机 造价了四百万 确实能够攻击到美国的本土 点个领域 咱们下集再聊